欢迎回来来看到高雄男子加工区内的素美被压客立场 前几天才发生了大火 没有想到在今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疑似是因为温度太高 竟然又复燃 而下区的消防队接火通报之后 也立刻派遣了大批的人车 到场抢救 当时建筑物的中间是透出了火光 因此消防队到场之后是立刻的布水线来灌救 但由于相同的地点其实不到两天之前才发生过火灾 这次疑似是内部的温度高 才会导致又烧起来 消防局在凌晨的1点10分左右就接获了通报后前往灌救 而火势在半小时就被扑灭 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这场大火已经让附近的居民又再一次的引发恐慌 担心是否会延少到周边 哈喽 我是林仙怡 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 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 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